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我们因为金苗奖所认识 然后他来到我们家做客今天 我们一起去接他吧 走 郭吉瑞他是一个美国犹太人 然后他是吃中国各种的火锅 辣椒 麻辣的东西 他非常厉害 吃辣甚至于说比我还要厉害 然后我这几天天天都看他的视频 他拍得非常不错 我们现在就去接他 我们这里就是没有台风 没有暴雨 这点非常好 是会热一点点 吃什么凉 你看你吃什么凉 这个是水面 这个是粉 我要面这个 这个要柔软一些 这个要软一些 你这是哪一个贵方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那个 这个就是我们肯定的 这个是白茶 这个就是我们肯定的 这个是白茶 这个主要是吃起来比较香 油肉比较香 这个主要是吃起来比较香 油肉比较香 你吃起来比较香 我来晒一下 你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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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这一碗 不辣 我开一碗 不辣 有金子这边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自贡特有的辣椒 这个很辣吗 不辣 辣的话不算太辣 这个是清香 这个比辣哪一个比较辣 哪一个比较辣 哪一个比较辣 这个比较辣 比较辣很多 辣的很 比较辣的好辣 好辣 你比较辣椒辣椒 这是我老公 你看你看 这是椰子 这就是 我现在跟你说的 椰子 锅椰子 这个也是 这个是火锅料 对 火锅料 然后 这样子做 要先 我们都是有规则的 先把它的翅膀切下来 这样子 然后先这样的把它的翅膀切下来 我们这边如果没有骨头就觉得这个菜不香 这个是干辣椒 然后还有就是用豆瓣酱 嗯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嗯 好吃吗 好吃呀 吃吗 可以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豆瓣酱 非常棒 就是我们炒 很多四川人炒菜都离不开这个豆瓣酱 非常棒 好 这是你的 对 这是我的中午鱼 王冈 这是我 王冈 这个是我们账号的 美食中展 画冈 你平常用花生油 我们一般是加这么多花椒 这个都是算少 比较少的 好 看大火炒一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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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炒一下 好 炒一下 好 好 炒一下 好 炒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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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有点多了 好像 有点辣 是不是很辣 有点辣 对 你再吃一分就好了 哇 好吃 好吃 是不是很辣 好吃 就是乳酱辣味 这个就是我们黄色的皮蛋 对 它是用石灰粉腌制出来的 跟以前的味道有什么不同 黑色的味道比较重 黑色的味道比较重 嗯 黑色的味道比较重 嗯 然后这个的话 它比较结实 这个蛋 有弹性 黑色的那个 有的皮蛋 它硬件 之后中间的蛋黄就流出来 我吃过 黑色的已经切好了 切好了 是是是 我从来看过来 这个 但是我不喜欢吃那个黄蛋 黄蛋 对 蛋黄 蛋黄 对 我喜欢吃蛋黄 这个蛋黄跟那个不一样 这个我们从小吃到大 我觉得很好吃 想你怎么样 中间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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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放上去 味道 有点 这个是福气配片的 福气配片 有的 青瓜 这个是 有点酸吗 对大蒜 这上面是大蒜 我们感觉挺好吃 好吃好吃 我们吃很多 那咱干一杯 干一杯 干一碗 对 谢谢你今天非常好 谢谢你教我做四床塞 谢谢秦末吃饭 谢谢非常谢谢你 我们经常能够跟你 多多交流 你有我的微信 咱们私下好好交流 那我送你一条 好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就送郭杰瑞到这里 大家好我是郭杰瑞 哈喽大家好我是 哈喽大家好 我是郭杰瑞 郭杰瑞 郭杰瑞 最快的 没关系 好 你是郭杰瑞 明儿 嘻 啰